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爸爸去葡萄牙工作了 他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去那么久还不回来 后来他干脆不问了 妈妈总是很忙在赌场做核官 经常很晚回家 即便是这样忙碌 生活依然贫苦 他小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 快快长大出去赚钱 那时的他一定想不到 今后他的人生最不缺的就是钱 1993年 母亲带着5岁的梁乐瑶 和12岁的姐姐辗转澳门 移居香港讨生活 9岁的时候 梁乐瑶已经长成一副美人胚子 个子高调 五官精致 鼻梁高挺 他性格却像个男孩子 仗义 桀骜不逊 过早的开始叛逆 学习成绩再班上垫底 但亲妈妈拿他毫无办法 只要他不学坏 不爱学习就任由他了 12岁时梁乐瑶成为街坊口中问题少年 他抽烟逃课早恋 离家出走 做着叛逆小孩会做的一切事情 他不懂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 有爷爷奶奶 他没有 叛逆的行为最终激怒了梁妈妈 有一天他又准备离家出走 母亲气急败坏 训斥他再赶跑打断你的腿 梁乐瑶不以为然 你打死我好了 反正我就是没爸爸管的野孩子 梁妈妈心中积压12年的秘密 在那一天瞒不住了 原来当年梁若诗的爸爸是豪门当地 名门望族 英里基的后人 英里基家族在豪门 相当有声望 生意做得很大 涉及多个领域 不仅主营 旅游机票代理 啤酒 养酒进口业务 还有纺织厂和政府工程在做 是名副其实的贵族 梁爸是个年轻的顽固子弟 明明已有家世 偏偏在赌场上 看上做何官的梁妈妈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梁爸瞒着家人 偷偷出来跟梁妈妈同居 不久有了梁乐瑶 这段畸形的感情 从一开始就错得离谱 导致孩子的不幸 梁妈妈12年里 一直生活在愧疚和自责之中 眼看女儿长大又不听自己的话 简直心如刀割 最可悲的是 在女儿半岁时 梁爸因吸食过量药物死亡 用现代的话讲 梁乐瑶就是私生女 豪门贵族跟她没有半毛钱关系 在过去的12年的时光里 父亲的家族没有给过梁家一毛钱 也没有认她这个孙女的意思 直到绅士秘密的那天 梁乐瑶的内心崩溃了 心理官与父亲的念想全碎了 那天以后她更加厌学了 一行就想赶紧长大赚钱 于是她开始兼职做模特赚钱 补贴家用 梁乐瑶经历过多次转校 学业受拖累 经常无故旷课 继过32次之多 辍学时学历只停留在初中二年级 这世界很公平 你想要最好 就一定会给你最痛 梁小姐距离 遇到她命里最重要的男人 还有七年 12岁时 梁乐瑶就走在香港的大街上 被星探发现了 她报名参加英皇公司的选秀 千禧年的香港英皇 是当时风头最盛的娱乐公司 旗下艺人谢霆锋 容祖儿 TWINS 个个都红的法子 心思聪慧的梁乐瑶 为了能参选 还在报名表上偷偷将年龄 改为13岁 很幸运 高颜值的长相 被英皇老板杨寿成 一眼相中 坦言 愿意等她四年 捧她出道 梁乐瑶为了说服母亲 同意她进入娱乐圈 花了很长时间 最终梁妈妈带女儿 签下了15年长和约 这也为后来英皇 控告梁乐师违约 李泽开杂议员帮她 赎身 埋下伏笔 签约英皇 梁乐瑶正式改名为 梁乐师 开启明星人生 妈妈不希望她过早 进入演艺圈 经常会告诫她 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女孩要会点酒 这样不会随便被男人灌醉了 母亲的爱朴实无华 却流淌着自己的处事经验 她支持女儿的梦想 也担心女儿心徒受挫 梁乐师点点头 我只相信妈妈 只有妈妈永远不会出卖我 2004年 梁乐师16岁 英皇砸重金举办盛大记者招待会 宣布梁乐师出道 力求将她打造为张博之接班人 梁乐师是个典型的扫书女孩 很小就跟男孩谈恋爱拍拖了 从小却是父爱的关系 她喜欢成熟男性交往 2005年梁乐师和香港金牌音乐人 陈辉阳被勾在拍到交往甚密 出入陈辉阳的住所 这段短暂的地下情被曝光了 17岁女明星 恋上38岁音乐人 这件事情成为她被血藏的导火线 梁乐师签约英皇短暂三年的时间里 最漂亮的成绩单是电影伊莎贝拉 2006年该片在澳门拍摄 女主角伊莎贝拉是个有恋妇情节的女孩 这个剧本仿佛就是为梁乐师量身定制 她不需要演 伊莎贝拉就是她本人 影片中 酷热的夏季 长发女孩 1米7的手靴高个身材 穿着短裤背心 拖着一条狗 走在澳门的街头 穿梭于拥挤 逼着的旧楼房 给观众印象深刻 梁乐师有一种令人回味的美丽 一种与她年轻不相符的孤伎感 凭借伊莎贝拉中精彩演绎 梁乐师获得27届葡萄牙国际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奖 18岁就拿到了国际奖项 梁乐师曾说 我从小就习惯悲观 只要记得不开心的事 以后就算遇到再大的不幸 也可以对付 梁乐师个性向来我行我素 天生爱自由 进入英皇公司后 出社娱乐圈 她跟这个周围的一切 隔隔不入 她说话耿直 不懂圆滑 经常跟经纪人发生矛盾 冲撞记者也是 家常便饭 不按常理触牌 经常领场逃跑 英皇公司决定血藏她一年 当做教训 2007年11月 梁乐师刚从雪藏风波中爬出来 拍摄电影《神鬼传奇三十》 通过好友杨子琼介绍 认识了李泽楷 并开始交往 2008年是梁乐师人生的转折点 3月被媒体曝光 开于李泽楷的恋情 紧接着4月份 英皇正式控告梁乐师违约 并禁止她与第三方签约 梁乐师和英皇彻底翻脸了 演艺之路也中断 意味着在香港娱乐圈封杀她 星途就此结束 她手里的底牌只剩下和李泽楷的爱情 最终这场官司庭外和解 据传李泽楷拿出2亿台币 约4500万为梁乐师赎回自由生 李泽楷当年深爱这个桀骜不驯的女子 她和其他贪图她前的女人完全不一样 她长得美却不自知 脾气臭又不会讨好人 她根本不适合娱乐圈 梁乐师不是为了钱出卖自己的人 翻看她在英皇的成绩单就知道 这三年她根本没有赚到钱 每个月1万港币工资够干嘛 梁乐师就是个拿错剧本的女孩 明明是豪门落难大小姐的戏码 偏要成为靠男人进入豪门的轮回宿命 2009年4月 20岁的梁乐师在加拿大逮产生下儿子 李嘉诚亲自取名李长治 此年2010年6月 梁乐师再生一对双胞胎儿子 两年抱三子 怀二胎时的梁乐师 深知李泽楷行事低调 特意嘱咐身边好友 不要传消息给媒体 不料还是被李泽楷的旧爱 罗爱兴作为抱负斗了出来 这对年龄相差22岁的恋人 并没有向大家期望的顺理成章 男婚女嫁的结局 也许是李泽楷的不婚主义 也有可能梁乐师天生爱自由 不愿被豪门禁锢 2011年2月26日 梁乐师主动发表声明 与李泽楷正式分手 关于分手众说分云 又爆料称是李泽楷 与红颜知己锦儿再续前缘 有人说李泽楷喜欢男人 还说古天乐是第三者 分手是梁乐师主动提出的 他没有向李泽楷要求任何分手费 感情是这世上最不能勉强的事情 既然不爱了 不如干脆的放手 不耽误彼此时间 此后十年时间 梁乐师遵守李家的家规家训 形势低调 保护三子隐私 他带着母亲三个儿子 定居加拿大生活 李泽楷给母子提供了 后半生无忧的富裕生活 网传五亿分手费 加拿大 美国 香港均有豪宅 梁乐师曾经说 大家说我是人生赢家 其实你们没有看到我的孤独 年纪轻轻就做了单身母亲 梁乐师渴望的爱情 和完整的家庭愿望 始终无法实现了 期间他谈过短暂的恋爱 2017年被拍到和富商 逛街亲吻的照片 然后也没下文了 这些年他不是明星 过着普通贵妇的生活 相较于刚出道时 与娱乐圈格格不入的样子 现在的梁乐师身上 多了成熟稳重的优雅感 2018年梁乐师宣布付出 他从加拿大搬回香港 还来内地参加了一档脱口秀 奇葩说 当蔡康永小心翼翼 问出陈年的那些事 他面对镜头坦然的回答 我是曾经选择过 但不后悔的梁乐师 最新出演的电影是 许安华导演的《第一炉香》 这部电影改编张爱玲的原作 梁乐师饰演的名媛 周吉洁 2021年 梁乐师和李泽楷 被媒体拍到 参加儿子武术比赛的照片 网友们纷纷留言 期望复合 这些年 李泽楷的感情生活 没有闲着和小女友 郭嘉文交往五年未婚 今年又爆出 砸重金力跑马来西亚嫩模 林轩瑜 一个外形酷似梁乐师的女孩 铁打的富豪 流水的美人 与其天天守着一个 经受不住诱惑的男人 这样的豪门入场劝 宁可不要 想必很多年前梁乐师就清楚 李泽楷和她是两个世界的人 全球顶级的富豪家庭成员 怎么可能随便娶一个 既不是陪她白手起家 经历风雨 又不是和她们当户队 势均力敌的女人 还冒着被瓜分一半财产的风险 顶级商人的思维 我们不懂 梁小姐也不想懂了 现在的她 生活丰盛又精彩 单身冒昧 家人环绕 三子陪伴 衣食无忧 最重要她今年才32岁 人生还有更精彩的下半场 据说当年拒绝承认她身份的 英里基家族的奶奶 通过媒体 希望与她相认 决定权在梁乐师手上 现在回过头来看 曾经被当作笨女人的梁乐师 比谁都聪明 美貌如果能当饭吃 出名一定要趁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适合